來玩這款遊戲 再進行封測的黑月 進來吧 三位角色可以選 30級可以覺醒喔 所以他們的形象又有改變了 好啦 我們來玩莉莉姆好了 新手推薦是不是 他剛好長得挺可愛的 隨便一個名稱好了 你可以把他解毒成DNF那種玩法 喔 不用過多的操作 簡單粗暴的角色咧 穿戴武裝後會在戰鬥中顯示武裝技能 喔 這爆炸很可以喔 這個是已經覺醒了嗎 爆炸 喔這是大招啊 好猛的大招喔 拿到法杖 開始跑主線了 喔 這個就是COMBO的連技嗎 321這種模式啊 321這種模式啊 吃的 吃的 剛剛的人量了以後 直接可以放大招 25等解鎖自動戰鬥耶 好強喔 好強喔 pen 2 1 不開招的話 功能补弓要打很久 1 1 2 2 3 5 1 哇 所有招式連鑽 直接被秒 太猛了 手除好禮 送武器 欸 水手服喔 還是什麼制服的 挺好看的欸 技能系統 解鎖了 萌新方案啟用 好啦 現在是來到了一隻三 喔 技能裝備了以後 這可以釋放 可以釋放第二招欸 連剪兩次 弄了個雲雷 武裝技能 大爆炸 這是BOSS嗎 解鎖了武裝補給 所以他都是抽武器的嗎 SR SR 但你如果手除的話 那個杖不是更強嗎 喔 這戰力 疊起來啦 武裝還有羈絆喔 哇 這個水好像很深的樣子欸 是 這什麼 完成所有挑戰 武裝補給288抽 真的假的 所有挑戰 那要玩多久才有啊 來看一下商店部分 這個應該都是最主要在賣造型的啦 火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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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尊月卡 雙卡500塊 新手登錄 第七天送 優民戰魂 就一個妹子喔 第二天送這什麼 奧義啊 蛤 還有什麼嗎 奇遇服袋 這是花錢的 蛤 大致上就這個樣子 整體算是相當不錯的 黑岩射手 這個感覺好像很香欸 本支影片就玩到這裡啦 大家掰掰